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可能 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 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 事实上终于已经被捕了 您说什么 当然 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死交 所以我和你一样 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 但是没有办法 我目前也在接受鲜明队的调查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现在其实这些都没有用 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 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易的关系 我又是孩子的义父 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 成为孤儿 莎莎在哪儿 我也不瞒你了 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晨 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 莎莎并没有地方 她在日本人呢 但是可怕的是 我给宪明司令部打电话 她们却说不知道 她们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和你一样 你事不早也知道 我为了 给你 我和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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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必须要留意一下 你的理解和我训练我之所以 我和你一样 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莎莎的名字是阿拉 Only 我和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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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和你一样 女性计划 我和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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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 我可以告诉你 那都是便宜的 不然的话 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想 人死了 若干年后 至于 他的目的是有鲜花 还是扔狗屎 对死者来说 还有意义呢 至于我们之间的美国属是非 千秋无尽 我将两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在美国属地位 可是 美国属的生命之类一次 但 我说这些更太残酷的事实上 要比我说得更残酷 我会跟他们说 多给你点时间 只有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的孩子 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结果 你怎么不吃啊 我觉得你应该多吃 保存体力 我要加油警察 可以啊 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 从现在开始 你的所有要求 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议 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 关于你的案子 警察听任何人不许参与 当然 除了我之外 除了我之外 我们在你家里 找到一本书 是 1928年出版的《罪与者》 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 大概你都忘了 写的是 1929年5月4日 构于北平 我们发现这个字啊 不是你的鼻底 也不是红尽 那么究竟是谁呢 原来是 文毕一识 技术科的鉴定证书 完全可以证明 而且 如果我们再花一点时间 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 找到一半目的值 后来我觉得 根本就没有这种平衡 你说的这些 我都听不懂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你就在抵抗下去 有这个意义吗 我这样的话 我正要对你高尚的人格 产生不开 好 那我再告诉你 日文 已经把你的态度 准确地说是 你没有用你的态度 请 托了他 是吗 看看 看看 干吗这是 哎呀 本来我想 我们应该想绅士一样 谈我家吗 太老实了 还有 我没想过 你的态度 你也没想过 你可能会不会扭讯 一下 你也不是 你不良心的 呢 要我们上庆祝 好吧 周太太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周怡是共产党 这是事实 周怡是共产党 周怡是共产党 可是他说 你也是 他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 我想你应该知道 日本人做事的方式 现在日本人 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 比如 你和周怡都各自有家 莎莎是你和别的男生的孩子等等 所以 你们在日本人面前 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那么现在你需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 这样对你 对周怡 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 莎莎在哪儿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 但是 我不喜欢孩子 看到你是这个样子 因为她已经下坏了 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 我非常喜欢她 你知道我为什麽给她起着脸子吗 我曾经无疑了 这样杀着你 我为什么是把你都听不清 那我听不清 你知道我凡事见到这个孩子 都很羡慕 但是 也架杂着有点难受 所以我相信你 作为一个母亲 在信仰和孩子之间 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抓到他 他二明天起了一半 你来吧 是 这儿是公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一枪 还是不想说实啊 你们出去 我可以破例 给你看看 顾秋元的证词 红马 黑玉米 白玉米 黑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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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后了 你便宜了这么多年 没什么 欣扬 有个信仰是什么 人呢 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了 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 这就是信仰了 你理解的在附近吗 是吗 我不得不承认 曾经查听 你也是我最欣赏最细勉的 我一直觉得 你我之间情同受阻 因为一直在要你 我觉得你到了 你很好的方便 所以我刚刚考虑 是否能给你个打赦 我可以去找厅长 让他去找总理大臣 或者直接面对不议皇帝 可以吗 不必了 我如果是为了生官发财 万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 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你不觉得你的信仰太荒唐 马克思所有的承论 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 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 一定能做到 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一个新政府 没有皇帝 没有权贵 没有剥削和压迫 不会丧权路过 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新政府 不会奴役人民 幼稚 没有理想的人 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这就是你的理想 这就是你能想过的人类大动物 是啊 我们做到这些 也许十年 也许二十年 也许一百年 一万年你们也做不到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你能看到吗 你更看不到 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 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大 好了 我们不谈这些了 我们只谈谈 咱们能活着吗 好了 能不能伤了一伤了 合作 对此我们可以做到事物心事 因为他很欣赏你的在里面 不必 还想念过 是的 可是欧秋复复的事物就是怎么留下来的 我知道 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你如果连这里的风气都能讲一遍就知道了 因为你的事情 无论对警察提开一遍都是最大的成果 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地忘了这一切 因此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不会很快 要不然 好吧 你还有什么要求 今晚跟我说说 不一定 quem melanjut un 我想看看孩子 可以了 我马上回来了 不觉得呢 她想见我 能见到孩子 进来 坐吧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放心 没有任何人知道 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 我用我的人格单捕 周一的案子 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 无论日本人 还是警察厅 都不会把这件丑闻和散的 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这个我说不好 因为我左右不了 对不起 但是 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 在这种时候 他只能把你供出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还有 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 他们答应 可以把孩子送回来 谢谢 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 现在 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 好 对不起 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啊 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 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坐吧 把手套给它打开 坐 坐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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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